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主要来讲一下美国的研究生 其实主要是2023年研究生的申请 如果你是在美本的大二大三 那也可以听一下规划 现在还有很多的一批学生在考虑在美国读双硕或者二硕 我今天也会专门用几个slide来讲一下双硕二硕 而且我会特别以华大圣律师的ECE的硕士来做一个例子 然后今天我们会有问题的答疑 好 关于后人教育 我是陈航 我是95年来的美国 是美国后人教育的创始人 创始人之一吧 还有一个是Dr. Brian White 我现在是NAFSA中国专业会的主席 也是后人许中医办公室的总监 高老师他人在北京 在我们北京的办公室也是非常有经验 那高老师你来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大家好 我是后人教育高老师 目前在后人的北京办公室 今天我和陈航老师起来为大家分享 关于研究生分析的这些提出于学校 大家如果接下来有问题可以直接在训练期留言 我们会按照留言的先后分析给大家进行法语 好 那么留学美国远远不是说我拿到一个录取通知书 就算是成功了 去到比较好的学校 那么还有很重要的呢是学业结束呢 他就是就业 不管你是读本科还是读硕士 还是读两个硕士 还是读博士 最后都是要就业的 那么就业成功呢才叫留学成功 那么后人呢就是来支持 在美国这个求学和就业的这个本土支持 那么我们业务呢 有本科的申请和转学双楼旋的均衡培养 就学业力就业力同时的提高 有美国的研究生申请 这个包括呢硕士申请还有博士申请 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做博士的咨询申请 有的是小范围的来这个某一块的指导 也有的是全部的这个指导 还有呢我们有开除紧应对 就是保证大家学业的成功 我们从2010年创办已经今年是第13年了 我还有常说留美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 还有视频 希望大家呢给我一些反馈 你希望听到什么题目啊这些方面 好的 那么如果有需要找我来单独咨询的话呢 我每周呢尽量会抽出一些时间来给同学来 家长来做一些单独的付费咨询 但是我们其他的顾问一般是 第一次咨询都不用收费的 好那下面呢咱们讲进入主题 讲一下这个研究生硕士的申请 这个呢来高老师来讲 然后呢有一些方面我到时候来补充 好高老师你讲让我给你翻篇 ok啊我先讲一下就是我们就是 针对研究生的这个分请的时间线 实际上针对就是目前来讲就是这个时间 节目这个月二三月份 我们尤其是大三的学生 那我们今年出去就要面临一个分请了 那我们这会儿就应该做一个 全程的规划 包括前期对于宴校的一个分请 你要分请哪个方向 那你基本上对于今年暑假要做什么 就应该有一个总体的规划 那么到了接下来的四到七月份呢 就是你至少应该对于我们的标划就是 托福 GIE或者是CMAT应该有一个第一次应该是 考完了 那么暑期 暑期呢安排时期 那这是必须要做的事 那么接下来其实到了这个八到十月份 基本的材料 我们就做一个梳理 那么我们的标划成绩也刷得差不多了 都达到一个满意的分数 那我们这期间就应该有一个初步的选校单 然后我们的文书也应该做了一个读稿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网声启动出来了 因为我们有一些院校 像研究生有一些专业 他的分请截止时间非常早 9月份10月就有截止的 所以这期间如果说你的成绩 你的各个方面实习都已经完全准备好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做第一轮比较早的这个分请 那么接下来就是到了这个9月份到11月份 基本上就是我们大多数的学生 那就是都开始做申请了 但是有个别学生 如果说你的就是科业项目或者是实习还没有 没有就是还有一些限限的话 那还是如果有条件的话 你才可以继续再增加一段 那么基本上其实就是到了11月份 我们就是能把学校确定下来 再进行一个第二轮第三轮的一个文书的反复修改 认色最后能够最终就是进稿了 那么从11月份一直到4年 也就是下一年的二三月份 基本上就是网身全部完成一个申请 那我们后期就要做一个更进 比如说有的学校你虽然全部提交了 你需要确认一下我邀请的这个推荐性老师 他的推荐性是否已经提交了 因为在这期间有时候提交了 比如说学校没有收到 那你网身你的材料 这部分也是显示incomplete 就不完整的 那我们需要和老师再进行一个证论 那么重新去递交一下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一定要避开一些协议 尤其就是12月份是每天圣诞节 那你这期间去和老师去沟通 比如说推荐性什么的 那这个时候确实是就有 他也不会给你回复嘛 所以建议就是一定要尽早避开这些协议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我们递交完了 有一些专业才会有一个面试 那么面试这块也是有一些是 直接是有就是真人的面试 也有一些是reading 也interview 那这个面试要提前做好准备 比如说常规的一些问题 都问哪些问题 我们提前要心里有数 基本上到了4年的这个3到5月份 其实就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就会你陆陆续续 会收到一些offer了 那么你这offer 你可能要做一个评估 到底是去哪个学校 一旦就是我们就是决定了 来这个学校 我们需要交一个押金 这样的话这个offer就给你保留了 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fishing 所以就完成了 那么到了6月份 如果是美本的学生 我们会在 毕业前 会给你做一个这个就是叫 i20 i20的一个transfer 那你需要把新的transfer 做完这个转换 那你8月底9月初就可以入学了 那当然对于一些国内的 国内的学生 大师的学生来讲 那么我们因为来美国需要做一个 f1的留学签证 那这期间 一定要提前做好签证的预约 签证材料的准备 因为在每年的618也是签证的高分时间 然后如果说提前不做好预约的话 有时候时间也比较紧张 还有一些专业吧 应该是会收到就是tack 那么这些时间点都应该提前把它打出来 基本上就是要注意的点就是这些 好的 这个我补充一下 这个今天高老师有点有点感冒 所以嗓子嗓子有点不好喝口水先 我补充一下 这里边有一个6月份办理入学事宜 补齐成绩单 什么叫补齐成绩单 那是这样就是有的学校是说你在申请的时候 你可以交一个成绩单的复印件 不必交原件 这个主要是为了他比较快的能够评估 但是你在入学的之前 你是要把原件交过去的 所以有这样 那有的学校要求你在申请的时候 你就要交原件 而且有的可能他要交你评估过的原件 那么你要看学校具体的要求 好了我就补充这一点 好高老师你接着讲 好的 接下来就是对于这个美元录取的一个 基本要求 我们就拿这个top30把这会前30的一个 院校的录取标准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基本上根据 我们每年就是录取的一个写生的一个案例 基本上你想录到前编的院校 那我们至少 我们的GP应该在3.7往上 也不是说就是BP3.7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条件 我接着来讲 那么其次就是这个原成绩 那么像脱服要满足100分以上 GIE和DEMAT 基本上就是他每个学校 那就是特定的要求你必须要达到多少 但是常规的话你能够在325分 往上的话那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再一个就是除了这些硬性的 这个成绩之外 我们基本上我们所有的学生至少应该是有两段 你在这个外町的这个实习的经历 那么也有的学生 那么还有除了实习经历之外 还有这个科研项目的经历 他在大学就读期间跟着这种老师或者是教授 在做这个项目的 这些对于我们分析 尤其是前边的学校 都是帮助非常大的 而且我们在前边院校训练的时候 除了你提交这些成绩这些 那我们整个分析的环节 因为文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把这些都做好准备 最后文书也能把你的优势和你的亮点 都能够很好的呈现出来 这也是未来就是对学校前三十能否录取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重要的因素 这是关于前三十录取的一个要求 好的 这个高老师讲的 这是美颜基本上来讲前三十录取的要求 就是GPA3.7以上托付100分以上 待会我来讲一下What you ECE的 它的录取要求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不同 好下面 然后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就是我们美颜的申请 如何去选择专业 实际上专业如何选 这个就是一个你给专业性强 再一个就是你选择的这个专业一定是这个竞争 首先它吸收量非常大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不要选择一个专业 基本上它未来五到十年或者是十年以上 它基本上毕业之后 毕业就失业等于我毕业之后也找不到工作 那你学这样的专业说白了就自己未来的出口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选择就是像我接下来就是说到的包括计算机 类的呀 还有就是生物类的数据类的以及金融方面的那么计算机像计算机科学也好 包括软件工程也好 那么从美国劳工局的这个数据上来看 那像包括这个就业一味的多少 像尤其软件工程师一个是他吸收的这个岗位吸收量非常大 那么他的当然他的薪资也很高 那么所以你学这样的类似这样的专业 那你不会说面临我毕业之后直接是找不到工作 剩下就是像生物统计呀生物工程生物医学工程这些交叉学科的实际上也是非常好就业的 那么还有比较热门的就是大家现在申请竞争申请的学生也非常多的 像商业分析呀数据科学数据分析包括市场分析这样的专业 那么他的就业岗也是非常多的 而且就是他适合的就是不但是一些互联网公司科技类的公司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所以包括商科也是只要我们学了就是这种就业机会多 我们未来毕业基本上不管你是在美国也好 还是你回国就业也好都是有很多机会的 所以给到大家就是一定要选择适合你的专业 一定是要有很好的就业环境 关于这个我就讲这么多 对这个我补充一下 这个就业热门的专业 一个是像高老师讲的这个就是从感性上从精强上来讲 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学生选专业 这里面是有工具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工具 就是美国劳工局它有一个数据统计署叫BLS 中文翻译就有点像比利时这个名字 它叫BLS 一搜BLS的数据在每一个职位它在未来10年 它会有什么样的增长或者什么样的降低 它现在有多少职位会增长多少职位 它的平均工资是什么 这里都写的很清楚 像我们的这个同学在申请的过程中 我们都会给他来查这样的数据 我听到有家长的反应 说是在国内这个BLS的数据看不到 好像是有什么样的情况看不到 因为它是美国政府 可能他也可能不太愿意服务这个国际的客户 但是如果你的孩子这个在美国读硕士的话 选专业的我建议的一定要来参考 这个官方的这个就业的数据 就比如说你这个生物工程 那它里边它又有不同的职位 这些职位它的就业的怎么样 在这个BLS是有很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数据的来源 以前我在讲座的时候可能会给大家看网站 后来我的同事提醒说 不能在讲座的时候售美国的网站 所以有具体的情况来具体来分析 好吧 好 高老师接下来讲 接下来就是我们在选专业的时候 包括选学校也会参考一些排名 像美国的院校的话 我们基本上肯定要看USU 还有就是像QS 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世界大学的排名 但是归正结底 考虑到就是未来像国内这两年的一个总体的就业趋势 确实是比较内奸 所以我们就是要结合一下 就是如果说我未来 我总体的大的方向是在国内就业 那我们这个其实排名的话 就是USU的排名 还有参考世界大学的排名 最后如果说你就得到这个学校 总体的排名在前100的话 其实未来就是总体从去国内的一些企业 这个认可度还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其次就是接下来就是对于那么 我把大的方向定下来 那我具体的哪个专业应该怎么选 我们还有就是具体的一个就是 关于排名的一个就是以美国大学为主的话 怎么去筛选 那我下边是一个就是 龟城学院吧 会以这个具体的就是怎么去查 给大家讲识一下 好的 讲之前我先说一下这些排名 为什么我们把这几个排名放到前面 最权威的排名就是美国新闻周刊的排名 整个排名的产业就是新闻周刊创建的 所以如果你只看一个排名榜的话 看新闻周刊的排名 美国的大学QS根本不懂 所以你不必看QS排名 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y 就是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这个也叫上海排名 你千万不要以为它是国产的 它就不香 这个法国当时有一个学校就是因为 这个上海排名的这个降低了 然后跟另外一个校打起来了 这个国际上是非常认的 而且上海排名它非常避免了这个在排名当中的 这种人为的操纵的因素或者是作假的因素 因为上海排名他们是非常非常了解这个注重排名的这些 这些这个地区的这些情况 学校呢该会怎么来应对你 会怎么来折腾 所以上海排名 它的这是 全是硬指标 就是你有多少个诺贝尔奖 你有多少个图灵奖 你有多少个菲尔德奖 你有多少个 这个 一流的 学术的论文 一流的学术的书籍 它只是排你这个学校出了什么最好的 因为这些东西是没法造假的 其他东西都很容易造假 所以呢 这个排名其实是非常好的 CWUR这个排名的也叫中东排名 这个排名在这个中国呢 不是那么很流行 但是在世界上很流行 它呢 其实是结合了上海排名和QS排名 这两个排名榜的优点 做的这样的排名 就是上海排名的就是有点太高大上了 你没有诺贝尔奖你就排不高 QS排名呢就是太人为操纵了 这个但是呢 这个CWUR呢是结合这两个 而且呢 它是在中东的这个排名 现在中东其实发展是非常好的 那么它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它能够相对比较客观的 来评估这个美国大学 这个英联邦大学和中国的大学 因为它在没有这个利益冲突 它是提供一个相对一个客观的 一个一个这个这个学校的展示 而且呢 它排名两千所是非常全的一个排名 我觉得它的参考价值是很大的 而且呢 它才名是不看不看问卷的 只看这个公开的数据 那么Niche排名呢 其实它在美国的大学的综合评估 它是非常强的 Niche这个公司就在匹兹堡 我上个月还跟他们见过面 Durlingo Niche和后人都在匹兹堡 这个呢 你如果要想了解美国大学的 这个学生的反馈 美国大学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情况 Niche排名 他一张大约他能出来60个榜 是非常好的 然后呢 普因斯顿排名是 是一个 以前的是一个 这个搞笑的一个排名 他呢 什么每个学校的这个 学生最爱开party啊 哪个学校食堂最好吃啊 什么 他是排这些东西 但是呢 他时间长了以后呢 大家也会看他 就基本上是学生到那高兴不高兴 看这个 然后呢 THC呢 也是泰晤士时报的英国排名 所以呢 这几张排名呢 其实都很重要 如果大家呢 不知道看哪一张榜的话呢 我们后人呢 有一个家权的一个排名 你可以在后人的网站可以看到 那么呢 家权排名 就是把这些排名呢 给综合了一下 这样子 排名的这个变化写 我们常规实际上 我们参考这些排名 我们当然也要看学校的这个 就是他的师资嘛 他的这个质量啊 他的这个就是给到我们学生 提供的这种资源是不是很好 这也是非常一些重要的参考指标 还有升学的优势 那你如果说 当然你能有高的这个资金 资金比较高的话 那你学的课程也比较硬核 那当然对你就是 你不管是分研还是就业 都是很有优势 就业的考量其实就是 刚才也有提到 就是我们如果说 考虑回国就业也好 或者在美国就业 那你最起码就是 你不但就是你能够就是 申请到一个就是好的学校 那其次呢就是 那我们想就业 那全体就是一定要有实习的经历 你如果没有实习的经历 你现在大三也好 大二也好 你要抓紧时间 去把暑假的实习期限去规划好 那未来才有可能 在美国就业也好 回国就业 它都是有优势的 那么从回国落户这块 因为现在就是这两年 还有一些像上海也好 北京也好 有一些对应的这个政策 就是参考的就是 US News排名 以及QS排名 它也一个中和的一个列表 那么最终如果说 我们选择的这个院校 在这些列表里 那么未来你又想在这种 一线吧 一线程式就是落户 有这个考量的话 那么到时候选校的时候 要注意你所选择的这个院校 是否在这些列表里边 基本上就是把这些都强很好 还是可以的 对 我多说一下这个排名 说说一分钟 这个排名是很长的话题 现在有同学家长说 哎呀 排名是不是只是中国人 这个在看重 别的国家的人不看重 印度人不看重 印度人就看重这个这个就业 就看重钱 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个印度人也看重这个排名 因为排名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排名本质就是一个 给消费者的一个一个消费指南 对吧 我花这么长时间 花这么多钱 我去选哪个好 对吧 我是选这种车好 还是选那种车好 这种冰箱 那种冰箱好 这是一样的 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印度呢 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呢 是靠贷款来美国来读书的 就是说我去找银行贷款 就跟我贷款买房一样 那么银行呢 他会评估你这个学生 你读完以后你的就业能力是怎么样 才能给你贷钱 那么呢 我就我12月开会的时候就碰到一个这个银行的这个人 我说那你们来评估这个学校 你评估他是你怎么来评估啊 你这个这个这个你因为你一下带出去好几十万美元 而且是五年十年以后还 他说的就是我们呢 主要看西文周刊的排名 看这个这个综合 而且他说呢 我主要是看他的综合排名 就这个学校的这个声誉 而且呢 再有一个呢 学生是学的是这个理工科 然后呢 学生呢 是这个这个读硕士 他现在是如果有这几个条件综合排名高 你这个理工科硕士 那么呢我就给你 嗯 然后呢 我说那你就是你们还是还是印度人也看排名 他说是这个到了这个关键时候 这个银行要给你钱的时候 他还是要看看排名 所以呢 你中国呢 你说回国落户他看排名呢 那等于说这也是一个 政府对于吸引人才的 他也是一个一个通过排名是一个指南嘛 所以呢 这个排名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啊 好下面 对吧我讲一下就是还是回到上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排名 因为我们从这个各大就是 US也好 US也好 各种排名综合之后 那么接下来他研究生分的方向是非常细的 咱们就拿一个工程学院来举例吧 那我们首先送按照美国的院校 那我们去这个USU上 我们先找到这个研究生的一个他有一个排名 然后再进入他这个叫工程学院 那你工程学院 他把所有工程学院的排名给你列出来很多 但是那我们到底是学你学是计算机工程啊 还是生物工程 还是其他的这个工程 那你进去再点到他这个详细的列表 这样的话你做到心中有数码 你最少我前边有一个大的比较 下面我又除了大的排名 我这个学的这个专业也是排的非常强的 所以这样的话你未来就是像这个出口的话 你的就业的话那还是非常不错的 去了好的学校又学到了专业也非常强的这种院校 那未来的就业还是很有优势的 那就是我们在挑选学校 你对于专业这块 可以就是按照这个方法进去学院 然后进去的去塞一下 那么接下来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官员研究生 就是offer的选择吧 其实目前也就大家陆陆续续吧 这个月我也接到很多机型 就是关于这个我拿到了比如说三个 或者是五个学校的录取 我该怎么去做这个学校 那我们要综合的来看嘛 不能说我就新的一个排名 那我们其实我们现在美国的研究生 确实是出来很多 比如说一年的呀 1.5年的那么常规 有些理工科大多数 当然他两年 但是一年一年半也蛮多的 那你分据这个项目的情况 也要做一个分析 首先就是说这个一年的项目 一年的项目就是 我们基本上拿秋季入学来讲 那我们从这个9月份入学 那你到来年 五六月份你就毕业了 基本上就是分对这样的情况 你基本上就是不可能想在美国 就是有学期的经历了 因为你基本上就毕业了 面临的就是拿OPP去工作了 所以一年的确实就是在美国本土的这种 实习的经历就没有了 分对比如说我们国内的学生刚过来这样子 那么当然1.5年的就是还是OK的 1.5年就是你会在年底毕业 你在年底毕业 但是你中途在本土时期的经历就有 但是那就说那你未来就是 刚好毕业的时间是在年底 也就是12月底吧 12月份年底 那么针对年底毕业 确实就是时间点 就是和美国的周遭来讲的话 刚好就是时间上不太讲话 因为美国的周遭 它是从美年基本上8月份吧 八九十十一个四个月在开始 所以你年底毕业也就赶春娇吧 但是春娇相对来说就是职位会少一点 那么当然两年的项目也就不存在这些问题 因为刚好是9月份入学 然后你最后毕业的时间也是在夏季 那你实习经历也好 周遭什么都OK 就是说如果说你从这个项目你拿到offer 有1年的有2年的 或者有1.5年的 那我肯定优先考虑 当然我考虑两年的 还有一种就是我可能也要因人而异 有的学生我可能就是 我已经有很丰富的这个工作经历了 那我未来就是 我从性价比来考虑 我就是转轻快 我就足以这一年的设施就OK了 因为我已经有很丰富的这种工作的经历 那你考虑一年你结就业也是OK的 所以这个要具体情况自己来分析 还有就是就业前景其实就是那你所学的这个就是看到你入职的这个offer上的专业 那你是不是就是属于就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就是怎么说就是至少他未来他的就业岗位很多 刚才也有提到不要学一个就是毕业就职业的这样的这样的项目 所以就全期其实在筛选学校和项目就已经做好这个工作了 所以就业前景这个也是要考虑进去的 因为我们研究生毕业之后 除非你要读博 你不读博的话 基本上那么研究生毕业就是一个就业了 那我们考虑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那你所在的这个城市 为什么说这个要考虑城市 如果说你学数据也好 你学这个大级也好 那那你的大城市尤其就是在西海岸 比如说这个硅谷这一带 那么科技类的公司他就积极在这块 那我比如说在呃园的暑假 我去找实习我就会便利很多嘛 我就有这种优势 那么如果说你是一个非常偏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城市 那你未来就是你这样的机会基本上就很少 那么如果说有些学生我可能写商科 我在纽约就东海岸或者是Boston这边 那你当然就是也这样的就是一些金融类的一些企业投行啊 在这边又比较多 所以我们未来考虑到你手机的一个实习以及未来就也确实是这样就会机会多一些 所以我们呃拿到offer之后 那我们要综合的来看一下结合这些啊 我刚才介绍的这些情况最后做一个啊决定 ok 这个以前的美国的硕士呢是两年的居多 呃那么现在的越来越多的呢是一年半的或者一年的呃 呃其实呢如果你要是在中国读的本科美国读的硕士呢 就是你们如果没本不在美国的话呢 我建议呢你尽量不要读一年的这个硕士尽量是至少是一年半呀或者两年呃 因为呢像高尔说的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一年的硕士呢 中间你没有在美国实习的机会 而且呢你这个美国这个情况都不了解你说你怎么找到工作 怎么能把自己卖出这个这个一年10万美元一年5万美元的对吧 那么呢呃两年的硕士呢中间会有实习 然后呢你对美国的社会呢有一定的了解 这样你才能好找工作呃我欠到蛮多的这个呃 读一年的硕士的这个呃这个最后呢是可能呃不太适应 然后呢又读第二个硕士那你何必呢 你还不如把这个两年的硕士给读好呃这个呃 最后呢你硕士的出口就是就业所以呢你要为你就业来有所打算 好吧这个要好好规划 好的现在陆陆续续呢都有呃这个offer了 因为呢这研究生他的这个申请呢是有一轮一轮的 那么呢呃有offer的那他非常非常好没有offer呢 其实现在一些学校的其实申请还来得及 好那么呢这个呃在美国的留学呢 我说呢一定不是只是录取就完了 那么呢你要提高你的学习力和就业力 那么我们后人呢有这个双螺旋的培养途径 就是在留学美国的这个过程中 持续的提高你的学习力和就业力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那么我下面呢会花些时间呢来 特别来讲一下这个最近很多家长学生都关心的问题 叫双硕和二硕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呃再有呢就是我要转专业对吧 我是跨校转在本校转如何转专业 还有呢所谓申请名校呃还有申请保底校 这个有什么样的情况 我呢会重点呢以这个washU的ECE的硕士为例 ECE呢是能源环境化学工程系呃 是工程学院下面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系 我以他为例好的那首先呢来讲这个双硕和就第二硕士和双硕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同学呢呃选择读第二硕士 第二硕士呢就是说呢哎我读完了一个硕士以后我再读第二个硕士 一般呢他们会选择不同的大学而且呢是不同的专业 那么呢这是这个第二硕士 比如我现在就刚有一个学生呢说哎他呃以前呢是在这个呃北卡教堂山 读了一个这个这个这个BA的硕士 他呢又想回到美国呢呃他活动工作一段时间了 又要回到美国呢呃再读一个硕士他来找我来咨询呃 呃这个那么这是第二硕士 那么双硕是什么意思呢双硕的和第二硕士最大区别呢 就是他是在同一个学校里面呃入学之后呢在校内申请读第二硕士 而且他这两个硕士呢是同时读 基本上这两个硕士呢是同时拿到呃但双硕和这个二硕呢有一个区别呢 就是有的大学呢他不允许你在这个读他硕士期间呢去读双硕 比如说呢有的一年半的这个项目他的因为他课程很紧凑 他就不允许你呢这个过程中你来你来读这个两个两个硕士 所以呢双硕的是有限制的但是呢双硕的好处呢比第二硕士的好处要多很多 我下面会讲他们的共性都是什么呢就是一般的他们都会转向更热门的专业 就是从一个相对这个冷门的一个专业吧 这就转向一个更好的专业不能说原来的专业不好 转向更好的专业那更好专业呢就是更热门更好就业的这样专业 那么你一般都是第二个专业是这个热门专业对吧 我很少从这个从计算机转到一个这个这个化工会转到机械工程 但是我从化工转计算机这样是很多的或者化工双硕计算机 所以呢你在如果第二个硕士呢是热门专业的那你申请是有难度的可能呢 你在就是你申请第二硕士的时候呢 它的难度会更大一些因为你是整个重新申请 但申请双硕的时候呢这个难度就会小一些 因为你是在本校里面比如说呢这个这个WashU 你这个EC你是在已经进入他的这个环境科学啊或者化工 就是环境的环境工程或者化工你已经是他的学生了 你该申请这个本校的CS的硕士或者是数据科学的硕士 或者是商学院的硕士 那么呢他是会更容易在这样的话呢就就这个双硕呢就就会更加更加容易一些 时间费用来讲呢第二硕士呢它的时间费用是长 就基本上的第二硕士你从读一遍就是硕士时间乘以二 而且他是跨校嘛你想又跨校又跨专业 所以呢你可转的这个课程的比较少那当然也就比较贵 那么双硕士呢比这个第二硕士的实际上短一些 他基本上是普通硕士的时间呢再加上半年到一年 而且呢因为你是同时读呢你校内的一些呃 学分呀课程啊是可以可以叫double count 就可以在两个两个学位都能够计算的 所以呢这样呢可以省钱省时间又好录取 那么对opt和身份的要求呢就是双硕士呢就是就第二硕士的这个情况呢 因为你要跨校而且呢你是完成了一个再完成一个 你是不同的220在这里面很容易出错 我们经常看到学生出差错出差错这个呃几种情况 一种呢就是哎这个这个这个220转转的转丢了转的转的被被被被终止了 他就必须得出国再回来这个呢还不算是是这个这个世界末日 还不算是最惨的最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的这个这个第一硕士的时候呢我把opt给用了 然后呢第二硕士都没有opt了 那么这样呢它就很难 那么如果这样情况呢就得具体来咨询 可能呢你在就业的时候呢你就呃只能去 比如说是政府啊或者呢是非盈利机构或者大学啊这些不需要opt抽签的 而且呢你呢是得要是这个这个呃对方很接受你 但但是呢这个是很难的呃可能呢如果是没有了opt呢 也有可能学生呢就不得不去再去读一个博士或者再再去怎么样 因为你你要加上了一级才有新的这个opt 所以这个是很难的呃所以呢呃千万这个第二硕士千万千万要注意这一点呃 那么双硕士呢因为他都在本校里面也不涉及到转二零也不去涉及到申请opt 所以呢他一般都不会出差错 申请难度呢第二硕士呢是比较高 但是第二硕士比较容易理解 而且呢第二硕士呢是适合这个就是没有太多规划的这些这些同学呃 他的可能呢是呃申请这个这个第二硕士的比较多 申请双硕士呢他的申请难度是比较低的 因为他校内申请嘛申请难度比较低而且双硕士呢他都是学校设置的这个比如像呃华大圣路易斯的这个EC 他这个在官网上就有说呢哎你读这个硕士的时候你就可以申请我的MBA 或者可以申请我的工学院其他硕士学校鼓励的所以呢是有这种情况 那么呢这个呃规划和选校的要求呢这个申请第二硕士呢他的他的这个这个呃规划呢 其实呢这个这个要求呢是相对比较低一些呃就是这个呃就是你你的这个这个反正你就申嘛就是申请第一个再申请第二个呃 因为他的专业和院校限制少我读完一个我再申请一个对吧重新读嘛 而双硕士呢他的规划对这个专业度呢对了解的情况可选的专业他的要求就高 比如说呢这个华大这个圣路一丝那他只有在工程学院他有这样的选择你要去了文理学院可能就没有这样的选择 所以呢他的这个呃院校啊这个学院啊限制比较多 那他对规划时间点和顾问的要求呢就会比较高 我举个例子吧这个这都是真真实的例子啊这个第二说第二硕士那个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在亚尔桑那州立大学学的会计硕士 然后呢回国去搞金融搞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又到美国呢去这个东北大学呢学CS的这个硕士 所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二硕士或者呢这个他还涉及到海归归海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当时回国了呃再回来 那么他呢就是嗯有一个这个他当时呢就是他当时在ASU拿到硕士的时候呢他毕业就直接回国了就就没有留在留在美国OPT 所以呢他还有OPT所以这个对他来讲是适合的那么双硕士呢有例子就是WASHU 他的这个ECE这个硕士呢呃 入学一个学期以后呢就可以申请本校的商学院他的商学院是很好的 Olin商学院我待会会讲他的排名 那么呢还有呢呃 ECE他在工程学院那也可以申请这个本院的就是本工程学院的CS硕士和DS硕士还有CE的硕士就是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工程和数据科学可以申请这个呃 我当时呢自己呢在美国的时候我是读两个硕士我三年读两个硕士是我读的是核电的硕士来拿奖学金 然后呢呃在一年之后呢我又读了本校的CS的硕士所以呢我是拿的是呃两个这个也我是我算是双硕士我不是第二硕士我中间没有一个跨校呃所以呢这个现在呢非常非常多的同学呢在考虑 这个第二硕士所以呢这个一定要注意如果呢你要早规划呢其实呢你尽量的去走双硕士这个路呃尽量不要去这个一个一个碰着墙了不行了你再走第二个呃而且双硕士呢他基本上的是呃比一个硕士的时间呢钱的稍微多一点就读完了那你那你一下拿两个硕士当然是更好了 而且呢有的同学呢他呃申请双硕士他申请第二个硕士他可能一下申请这个CS他申不到 那么你说你要是双硕士你读一个本校的这就容易申到对 那么我具体来讲一下这个呃华大圣路易斯的这个呃工程环境和化学工程系的叫EECE的这个硕士叫能源环境化工硕士 这是一个一个专专业这不是三专业这是一个一个硕士那你也可以偏重能源可以偏重化工也可以偏重环境 那我是又他的呃这个美国新中央排名的是排名第15是很好的大学 他的环境工程排名26化工排名34这都是很高的因为每个学校基本上都有这个环境工程和化工 那双硕士的选项呢就是可以是EECE加上MBA他的MBA的排名的是排名29 呃或者呢加这个计算机科学他计算机科学的排名43或者加计算机工程计算机工程他排名是42 或者呢是加他的BME就生物医学工程是排名是13 或者加这个数据科学数据科学现在新闻中还没有给排名 因为这个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学科 所以呢你呢是可以做这个这样的一个双硕士 他的这个录取的这个这个系的情况是这样 就是他这个EECE这个系呢他本科有130 硕士只有30个博士有130 他呢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研究型的这样的一个科系 他系的科研经费的每年是2000万美元是很高的 那么他在2023年就是今年呢他首次的扩招这个硕士 所以录取条件的相对的宽松 宽松到什么程度呢 我跟大家讲一下申请要求呢是GPA3.0就可以申请 不能保证3.0一定录取3.0可以申请 托福呢90分 所以大家看刚才呢这个高老师说呢 前30的学校基本上GPA要3.7啊托福要100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前15名的学校 他GPA呢只要3.0就可以申请 托福呢90这个不到100就可以申请 而且他不要这个GRE那其他的成绩单推荐信当然只要了 那么他唯一现在的一个问题呢 那就是他的这个呃今年扩招呢这个系里的工作呢是相对比较晚了 所以呢他的是呃现在的政策呢是还是3月1号截止 这个是可能延长但是呢你要3月1号截止 但这个呢其实对我们现在正在申严的同学呢并不是一个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呢我们申严的学生呢 其实他很多的材料都你叫他材料是现成的 所以呢你这个剩下这个10天的时间啊一周的时间 你就你就提交一份就完了 而且呢他成绩单呢他也要求的是就是先是复印件就可以啊 所以呢你就提交就完了 那么呢呃你拿到这个录取以后你可以再考虑说 哎我是去南加大呀还是去WashU啊 或者没准我身的这个学校都不如WashU好呢 那么你就去这就好了 而且他的这个本科的这个专业范围是非常广的 都包括呢工程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数据科学认知科学 这个都可以或者甚至呢是一些呃有的拿文科学位 但是呢你在本科呢只要修购这个呃高数二呃这个课程 那么呢也可以来申请啊系里呢会对这些学生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呃这个这个课程的一些这个支持 那么呢这个EC呢和美国后人呢是申请了一个绿色通道 那么呢这个绿色通道声明的是不保证录取啊 我们保证保持呢跟校方申请的沟通 那么呢这个我们本次讲座呢 如果学生提供这个姓名和电邮的学生呢 呃可以呃免75块钱的这个申请费啊 他适合什么呢适合跨专业的这个申请就比如说呢 我本科是学这个这个这个环境工程的 比如我们以前有一个复旦的一个学生会学环境工程 他想转码想转码呢他这个这个一下申请呢 他申请不到 那么呢你就可以也申请这个环境工程 这个中间呢你去跨专业转专业就完了 还有呢中国的本科的申请 因为呢他对GPA的要求呢相对比较低 中国学校其实GPA要求这个这个给的是蛮蛮紧的 还有呢你想去名校对吧 这个我是又是15名的 而且他今年的要求呢是很相对比较低 明年要求怎么样我不知道今年要求确实比较低 这个保底 如果呢这个学校呢是能够给你保底的 那当然是很好了对吧 还有呢是双硕士 这个双硕士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好处 还有就是对想转专业的学生 我们刚才就有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未来有博士意向的学生 因为这个科系呢 他的科研兴费是非常足的 他能够同时养130个博士 一般的这个系都都没有 你像就算是CMU的这个这个计算机科学 他也没有130个博士 同时在在养着 那么对呢这个未来呢是有博士意向的学生 这个未来是可以在这读博士 或者去别的读博士的 对 那么就业呢 他的这个以前呢 他的他只有统计本科就因为他硕士生比较少 他本科呢选择就业的呢 是百分之百保证就业的 毕业要求呢你30个学分 而且GPA呢是2.7就能毕业 所以这个毕业要求是不高的 那我们后人呢能够提供呢 学生这个后续的服务 一个是后人快车道 我们和EC有紧密的合作 支持学生实习就业 从录取的那天就开始规划 行动你的就业的这个服务 这是单独收费的 还有我们双螺旋 有这个双硕士的规划和申请 包括学业规划 GPA辅导 还有这个就业申请 还有当然你双螺双硕士的这个申请 这个也很重要 我们声明的就是EC呢 和后人呢是没有任何的金钱的往来的 这个我们的后人呢 也不能保证学生的录取和就业 我们只能是尽力的帮助你来沟通 好吧 所以呢这个项目呢 我认为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截止日呢 就是在3月1号10天以后 所以呢 如果呢你是今年申请的学生 我觉得你是很可以 这个利用这次机会呢 拿到一个录取 拿到录取再说 好吧 或者你本来申请学校 如果就不如这个学校的话 那么呢你是可以申请的 因为呢 这个说实在的这个GPA3.0 托付90 这是非常非常低的一个要求 你可以来申请一下 好吧 我们讲座就讲到 讲到这儿 然后呢我们后边呢 会来专门的来答应 乔地亚理工 宾大 伊丽诺江宾 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 这四个学校怎么选 目标是美颜厚 深薄 上海科技大学材料专业 OK 你这四个学校呢 只有宾大是私立 剩下呢 JUJ Tech UI UC和加大洛杉矶呢 都是公立 那么呢 我其实呢是 更建议学生呢 去私立 因为你公立呢 你也享受不到 他的公立的学费的 这个减免 那么呢 你的学费 其实交的外周啊 交的差不多的 那么具体呢 你这四个学校呢 我个人的认为呢 这个宾大呢 应该是这里边是 显然是最好的 他呢 也是常青藤 而且宾大的这个工程学院 材料学院 材料就是工程学院 这个材料是非常强的 如果你要是第二选择呢 可能JUJ Tech比较好 JUJ Tech它的综合排名呢 没有UCLA高 如果你这四个呢 我就建议选宾大就好了 可能你自己也是会选宾大的 好吧 好 这个哥大的DS和UM的DS哪个强 我不知道你说UM是谁啊 是密西根呢 还是还是迷你苏打呀 还是谁 这个哥大的DS是非常强的 而且呢 这个DS就是数据科学 它的一个主要的用途呢 就是在金融方面的用途 那么哥大呢 在华尔街的边上 这个这个 他有很多的这个实习啊 就业的机会 DS呢 是一个非常这个这个 学术性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学科 所以呢 你可以呢 来尽量考虑哥大 危险流行并学 怎样学并去哪个学校 圣路易斯华盛政的流行并学 怎么样 康西迈迪学生物化学 这个流行流行并学呢 华大圣路易斯是非常好的学校 他的生命科学是非常强 他有20多个这个诺贝尔获得奖 这是很强 像国内的那个著名的学者 饶毅 他就是华大圣路易斯搞生命科学呢 下面一个问题 实习科研对生物专业哪个重要 实习科研呢 他并不是说对哪个专业更重要 而是呢 你如果是要去读博士的话呢 那么科研对你就更重要 如果呢 去来就业 那么实习就更重要 如果呢 你是为了申请硕士的话 其实实习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有一个图经常给大家来来看 就是这个哥大呀CMU呀西北大学 他的对硕士的录取 是基本上学生呢 都是有一段或者两段 三段这个实习的 没有实习经验 这些名校他不会录取的 因为你就没有就业的能力嘛 那么呢 就就还是不好的 所以呢 你如果是除了你是读博士 那么你能实习呢 尽量去实习 OK 这个实习呢 实习机会就是尽量找校外的 那么科研呢 就是基本上是在本校实验室来找 这个如果实习需要帮助的话 我们后人呢 有后人就业 是帮助非常多的同学 有快车道 有双螺旋 帮助很多的同学 对于需要提供作品集的专业 作品集如何准备 因为作品集 这个之前要看你分什么专业了 你即使是艺术还是人机交互 还是哪个方向 每一个方向 他就是你虽然都是艺术专业 但是他的要求还是有特重点的 我觉得你这个可以后续 把你详细的要求 告诉学术哥 可以安排自己的老师详细沟通 第二个问题 本科是美国商科 Marketing专业 硕士想读一个SAM专业 走商业分析或市场分析的资讯岗位 想推荐每些学校 是这样 就是看你本科如果是Marketing的话 那么你将来就是SAM专业 像商业分析BA确实是属于SAM专业 其次项就是好多学校的这个 就是这个Marketing天分析方向 它也是属于这个SAM专业的未来 就是就业不错 但是前期是你是否完成了一些前置课程的学习 因为它是有要求的 不管升BA还是升这个市场分析 市场专业的前飞机方向 还有推荐哪些学校 学校的话像Marketing比较好 或BA比较好的前边的学校 像市场比较好 像南加大西北都是很好的学校 那么BA像米斯丹纳宝也好 南加大还有就是像UC Berkeley 这些它的商业分析也都非常不错 都是QS排名都在前51 好的下面一个问题是 这个卡梅一年半的人工智能项目 和UIUC的CS相比选哪个 是有同样一个人问是申严 歌大异议直播会更好些吗 你这两个问题有点不搭边 我先来说第一个问题 大家知道CMU它的人工智能是排第一 反正不是第一也是第二 那么 但是CMU有一个毛病 就是它经常会开设这种新的硕士项目 比如它的人工智能它的CS也开 就是它的计算机学院也开 它的ECE也开 ECE就是电子电子工程和计算机工程也开 那么而且今年它又开了一个工程学院的AI 你这个我不知道你是哪个AI 你说一年半的我估计你说的是ECE的AI的项目 这个CMU的ECE是非常的强的 这个项目其实是很好的 那么但是你和UIUC的CS 你如果本科是学WE的话 是学电子工程的话 有可能UIUC的CS对你会比较吃力 因为UIUC它是计算机的六大牛效之一 这个CS是很强的 你从EE去转UIUC的CS 有可能会有些障碍 但是你如果是读的CMU的ECE的人工智能 应该是直接对口的 另外你说的这个问题是各大EE的直播会更好些吗 你这是另外一个维度 我早说过就是你读硕士目标一般都是为了就业 你说我也可以读这个硕士是为了将来读博士 你要去研究型的硕士 研究型说你就不要读这个一年半 你要读两年的CMU是有这样的 那么你要是想读你这个硕士的项目 是没有办法和博士项目来相比的 如果你是想读博士 那么你又有各大的电子工程的博士 那当然这是非常好的各大的这个整个的工程学院是所有藤校里边的工程学院是最好的 他自己也这么说实际上也是这样 非常非常不错的 所以呢如果你能去各大读直播的当然是最好的 但是前提是你要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要读博士的 好吧我感觉呢你这个折大意义的这个同学呢有点不知道你自己想干什么 你可能呢还是要跟你的顾问呀 还你自己呢要自己规划清楚你到底是想读硕士就业 还是呢想先读一个研究型硕士过度读博士还是呢想读直播 好这是三条路 下边问题古代研究的就业方向 在工业界很少有这个我得去查这个BLS的这个数据 应该呢这个就业呢是不多的 你可能呢能去研究机构啊或者去大学啊这样子 可能呢你要如果去大学呢那可能要深研 那深研的方向呢那也是你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古代研究啊 是亚洲的研究啊还是欧洲研究啊还是什么样的研究 呃这个现在在深入华盛顿大学 呃What's you古代研究宗教研究 呃其实呢很多的这些名校啊包括藤校呢 他们这种人文的这种这种这种呃这个呃 科目是很多的呃但是呢你这个人文的科目呢 你要将来去怎么样就业呃这个呢就比较难 嗯其实呢这个看你的兴趣如果你就是喜欢古代研究 或者宗教研究比如说哈佛呢他就有专门一个宗教研究学院 其实这个学院是我认为是哈佛里这个基本上是不能说最不难申请的吧 反正是比较不难申请的一个一个学院因为没有多少愿意读他读他以后没工作 但是呢如果你的兴趣就在这儿或者呢你将来就想就想研究这个就想教这个 那其实呢是可以来考虑的呃这种越是不好找工作的这些专业呢 其实他的在申请方面呢是是相对来讲容易就申请硕士相对容易 但申请博士不一定相对容易因为呢他们的研究经费呢会比较有限制 好吧专业的研究生哪个学校好就业明硕大学计算机研究生专业的研究生哪个学校都都比较好就业 关键呢是看你的这个实习的经验 你说呢当然我去这个我从CMU从这个这个呃MIT毕业那当然是好就业 这两个学校你你你哪个专业毕业都好就业啊 但是呢呃还要看你的你是要要呃要这个目标是什么 比如CMU的他好就业呢是因为呢他对理论的要求呢很高呃这个所以呢可以做一些非常硬核的这个计算机科学 但是呢不一定的所有的学生呢都喜欢或者都适合去做这种理论性很高的嗯你做这样的可能你你到时候做不下来或者呢这个成绩很低 而且呢很多的这个其实业界呢有一些公司呢对CMU的这个这个毕业生呢是有些微词的 就是说呢他们的这个确实编程能力非常强但是呢他的这个搞东西呢太太高深他呢呃不太沾地气 比如我这个公司就想做一个网站那么呢呃你这个算法特别特别强对我来说没什么用 反而呢可能一些这种呃功利大优啊或者甚至一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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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呃地区型大学呢他是更注重实践 今天呢我们一个同学呢呃刚来问我们这个他拿到两个录取 一个是呃这个盛和泰州立大学 一个呢是宾州州立大学那宾州立大学是呃美国世界排名美国排名世界排名这都是50的大学 盛和泰州立大学呢是没什么世界排名因为他不是研究性大学 那这个情况呢呃那我问他第一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将来是不是要读博士是不是要读 计算机的科研他说不是我就想工作那你要想工作的话你就直奔盛和泰州立大学 他的学费也便宜他的呃就业也容易他就在硅谷的中间对吧 所以呢你可以去这家学校那么呢盛和泰州立大学呢和我们后人呢是有这个呃这种这种呃 呃伙伴的关系的不是因为这个我推荐你去就是因为他的就业非常的强好吧 所以呢你这个建议专业的你要多你要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然后要多实习好吧 好高老师 再一个问题传媒方向进行在于最后期制作摄影和自宣 也希望以数据科学学和呃呃传媒方向研究商项目有哪些呃那非常好的如果说我们想未来就是因为 提醒传媒这个好的像南加大西北呃包括NYU纽约大学 他们的传媒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尤其是如果说考虑到未来有能找到实习或就业的话那么南加大会更好一些 因为这个环球影团在这边嘛未来你找实习呀以及你毕业后的工作机会在这边也多一些ok这个呃西北大学传媒和BU的传媒呢其实是很好的 但是呢你的兴趣呢如果在影视后期制作这个方面呢那么南加大是基本上是首选呃你也可以去NYU的NYU的这个他他不在传媒他在导演系这个这个呃呃 嗯南加大可能会比较好 请问老师托福可以加考吗托福可以加考这个呃这个你的考试的结果呢是托福中心来来保证的对吧那么呢托福中心让你ETS让你加考你就可以加考 国际生华大机械二硕转马纽大请问这个中间暑假要做什么华大我不知道你是华大西雅图啊还是华大圣路一丝啊二硕转纽大我待会呢会专门讲二硕的问题 二硕和双硕的问题呃你是转马的话就是二硕你就是为了更好的当就业那你暑假就应该去实习 你一定要把这个这个哦你这个对不起啊你如果是二硕的话暑假你还不能实习 因为呢你没有OPT那你就学点先你转马吧那就学点先修课程吧把你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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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法呀数据结构啊做点先修课程然后呢去弄一点这个Github呀呃弄点这些方面吧因为呢你是没有没有实习的这个机会的 OK下一个大厂裁员中小厂裁屏吧呃目前的总体的就是确实就是如果说你的 之前在美国的实习经历呃还不是没有或者就干脆没有本土的实习经历那我们建议目前这个大环境确实是大厂裁员比较多 我们建议还是从中小型企业这种投递为主这样就起码你是还是有机会的啊 先保证找到一份实习然后后续再慢慢的再去换啊这个就这样去过渡一下 你这个可能问这种问题的可能都是还没找到的人呢就是你你先找到吧好吧 你是骑驢找马也好你是有几个offer在手上也好呃你甭管大厂还是中厂还是小厂 你有一个事情做是最重要的千万别把自己呢这个堵在家里因为呢美国的这个现在的OPT呢是有这个失业期的90天你失业期过了你就得走人了好吧 双飞院校申言有特殊要求吗那这个问题很好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内的本科生呃这个甚至国内的这个硕士生然后呢来申请美国的这个硕士呃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就是你呢确定了你的你的这个成绩单呢是真实的是从学校开出来的呃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只要你是呃中国的教育部认可的呃大学呃就可以呃那么呢呃来来申请美颜就可以成绩单照样呃呃今年大三明年十二月份第一时间线有变化吗呃首先是呃 呃第一年大三的话就是二零二四年的十二月份毕业那你二零二四年十二月毕业的话你的申请研究生的话可以是二五年的一月就是春季也可以是二五年的秋季 你入学的话那项目也要根据刚才有讲那你一年半还是一年反正宣传到确实就后续有一个实习的问题呃问这个问题的家长啊这个首先呢恭喜你孩子呢如果本科能够三年半毕业这肯定是个小学霸 但是呢你看一下我对这个早本科早毕业的我有一个视频专门讲这个呃我呢是比较不支持本科早毕业的像我的学生早毕业的我都让他劝退你都是呃因为早毕业就说明了你可能你在实习呢你就没有去去注重实习你的这个暑期都去休克去了那么你对这个将来的硕士的申请和就业呢是有问题的而且呢很多的早毕业的 早毕业的同学他这个这个早毕业的这个半年这一个学期吧就是你从12月到五五月没事可干这个时间也耽误了而且呢有些早毕业同学呢他在这个时期呢把身份给弄丢了呃或者是OPT没弄好或者转身份没转好所以呢很多的问题如果呢你是三年半毕业而且呢你又要在美国读美术的话我建议呢你下个学期呢可以这个做一个这个这个叫少修课学期最后一个学期呃这样的话 你可以少修课你也可以实习呃而且也可以保住身份我觉得这个呢是可能会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这有一个北鼻问说老师请问宾大GSE下面的lear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项目如何这个问题很具体啊这个很好呃首先宾大GSE就是宾大的这个教育研究生院宾大呢和哈佛和斯坦福一样都是教育学院是没有没有本科的都是研究生哥大也是 那么呢这个他的这个呃叫学习科学和技术这个专业呢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因为他又是占了这个宾大教育学院是排名第一的这个好他教育教育是非常强的宾大教育学院另外呢这个学这个专业呢是一个呃应该是三个semester的一个一年半的一个专业而且他是呃这个stem的就是他是这个不多的呢在教育学院下面的这个理工科的专业 所以呢你stem呢你就能够有三年的这个实习期这个对学生是非常好的呃我呢也给我的很多学生推荐这个专业是很好的好吧好这边有一个叫我提问说英本GPA比较严分数给的低的学校申请美颜和美本深颜是否差距很大嗯是的这个有的英本还有呢我们看到中国的本科和尤其还有加大的本科 这个GPA呢给的是很严这个这个2点多呀是什么的呃这个申请美颜呢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呃这个嗯你你说呢你这个学校特别牛所以呢你给的GPA低但是呢你不能低到这个达不到人家的要求的这个水平呃这个确实呢是不占优势的所以呢在 在本科的时候呢这个你选校啊还是很重要的呃具体看吧你这个低到什么程度是吧你比如是3.2那还可以你要是真到2.8那可能呢就会有问题那你选择美颜的这个学校呢就会少得多 拿了两个offerAU硅谷校区东北大学硅谷校区CS和UCIMSEMSE什么Master of 我不知道MSE什么两个项项目如何如何这个选择为了就业留美如果你为了就业留美你就去这个东北大学的好了东北大学的硅谷校区的这个就业是很好的嗯但是呢这个我跟你提个醒啊就是你到时候你见到这个校区的时候呢你可能会 比较比较比较这个比较比较失望就是这个校区不像一个校区就是就是应该是一栋半楼我的印象中就是就是跟个那个办公楼似的呃不是像咱们理解的校区有什么运动场啊有健身房啊有什么围墙啊不是的就是就是你在那上课然后实习拿学位但是呢他的就业如果你为了就业那我建议你去东北啊下面有个问题每本大国内实习和美国实习 有什么基点哪个对分研有优势呃如果每本的学生你现在大二就读的话从未来申请研究生的角度来讲我建议你还是呃在美国有实习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这个实习首先他呃未来就是他是可以接受这个官方的背景调查呃而且他的认可度确实是高一些呃在一个 就是从逻辑上来讲那你美国读的大学嘛你学习很好你又同时能够在本土找到这种实习 说明学习能力很强你的实践能力也很强这个未来就是从综合考虑的话肯定要比你回国做一个实习的认可度高 所以建议就是在国内找实习而且就是呃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实习的规划不要等了等到有的学生可能五六月份了我要期末考试结束了那你这个时候人家大多数的学生都开始实习了那你就完了 啊所以要至少提前一年做好实习的这个投资整个计划啊下面一个问题吴牙问的说已经录取CMU工程学院的ECE呃的AIE就是他的ECE下面呢这个人工智能 恭喜你啊还有各大的MSCS就是各大的计算机科学呃听陈老师建议 你没看我这带这个就是CMU的衣服和CMU的帽子吗对吧这个如果这两个选择这个CMU的人工智能 智能是第一的是比歌大要强的虽然歌大呢是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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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藤校嗯那么呢这个CMU他在学术上在就业上呃在你的这个能够学到的本事上都是要比歌大要强的如果你是这两个选择的话呃是非常强的而且这个CMU呢这个ECE是很牛的他以前这个 这个ECE就是那个嗯电子工程和电子和计算机工程系这个这个呃以前是排第一的然后有一年呢这个他排了第一然后这个CMU的这个CS 计算机没排第一结果呢这个ECE的学生们就印了一个这个这个衫一个T恤就是说这个第一就是第一第二就是第二就是来挤的这个CMU的CS呢呃这个系是非常厉害的呃那么他的这个这个这个人工智能项目也是很好的所以呢如果这两个选择我建议去CMU好了不是说我离CMU近而是呢他确实比歌大的这个MSCS要强 美国深沿托福和GRE都要考吗美国意义专业的就业前景如何 这样啊这个托福考托福和考GRE呢他的目标是不一样的考托福呢是为了呢你有这个英文的这个水平 所以托福考试呢就更像是一个高考他有个线的你如果过不了这个线人就不会考虑你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博士优的EC是托福90这个这个呃像高尔说的普遍呢是其他的这个这个托福100就是你到不了这个线人就不考虑你那GRE呢是呃这个现在很多的这个这个这个学校呢都是呃是这个这个呃可考可不考就是提交可提交可不提交那么这样呢就是需要不要求你就可以不考 对但是你说呢哎我要提高我的录取的这个成功率而且我又能考好那当然你考的是更好的 美国意义专业的就业前景如何呃非常好电子工程专业就业非常好非常好而且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专业你研究强电呀弱电呀芯片设计呀呃这些都是在电子工程专业 陈老师CS专业怎么选这要看你个人了你是想人工智能啊机器学习啊还是呃这个操作系统啊这个算法呀这要看你个人了这个这个这么通用讲是不行你得单独来来看一下好吧 那师说的这个W在哪里CS竞争激烈吗啊刚才陈航老师讲的是华大生物丝啊因为W还有一个是华大基雅图所以就是你看你未来就是想就看申请什么时候开始做准备比较理想啊我建议就是肯定是越早做准备越好就是我们后人有双螺旋服务计划就是建议你从大一开始就要做好未来申请研究生的这个 准备首先你大一大二基础学科期间就要保证一个高的机析十次我们从这个校内的项目也好从大二到大三进入高年级以后之前做好这个实习的这个规划 那么这样的话那你包括你在最晚在大三的暑假结束啊把他该考的这种就是像GIE也好还有就是你做的这种项目也好实习都做好的话那你基本上进入九月份就开始做飞行了像我刚才讲到的如果说你能够满足这些条件啊标华也都非常好那你可以看前面的学校比如说像你所学的是想学生物专业 那商务专业比较好的那像约翰霍夫基斯啊哈佛啊都是很好的院校 要求比较高就是你一定是有高的这些然后有很好的项目经历去实习经历啊是有希望啊能够申请到的 好下面一个问题这个用户5582问说数据科学硕士罗格斯和伍斯特理工选哪个 这个除了根据你学生的情况这个呢这个就是刚才这个高老师讲的呢你这个在硕士的这个选项呢你要看这个地区 那么这个罗格斯呢它是新泽西州最大的这个公立学校它是旗舰学校 伍斯特理工呢是在波士顿附近的一所这个理工类的这个学校 那么呢这个新泽西这个地区呢它的它离纽约很近很多人在纽约上班的华尔街上班的人就住在这个罗格斯这个附近 我们以前在那有一个办公室就是早上坐那个火车就一个小时就到了 所以呢你如果是将来数据科学你要想搞金融类的数据科学 那么呢显然是罗格斯更有利 如果你要想搞制药呢那么新泽西也有制药的基地就想搞生物的领域的数据科学健康领域的数据科学 在这个罗格斯也有这方面公司 那么波士顿呢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公司 所以呢这要看你将来的未来的这个目标是什么 如果这两个我就凭现在知道的信息来评估呢 我想可能呢罗格斯呢会更加有利一点 OK请问刚才提到的130人博士是哪个学校 罗格斯的一粹一就是环境能源化工的刚才程翰老师讲到的那个学院 如果说目前还在申请的话 还可以继续申请商业一号决续 这有一个家长叫福迪斯问 双硕是学习时间不冲突吗 不冲突 就是你比如说你是上环境工程的硕士 你又学了一个MBA 那MBA你就该上MBA的课 该上环境工程的课 你上环境工程的课就是了 这个没有什么冲突的 然后呢 这个双硕士是不是受再读学校的影响 这个是对的 双硕士非常受再读学校影响的 比如有的学校 比如说咱说刚才去了这个谁 去了这个NU的硅谷分校 你去到这 他这个学校就没有其他的科系 没有你去到这读这个硕士 你就没法读这个双硕士 那么这个双硕士一定是这个学校 他有的这样的项目 所以他是跟学校很相关 比如像你在CMU读 CMU的很多的这个硕士 也是不允许你读双硕士的 像约翰霍普金斯 有些硕士是不允许你读双硕士的 你就来了以后 反正五年半的课程 你就哗哗哗 你就上完了 你就完事了 你想读第二硕士 你读完一个 你再读第二个 你先出门再进门 他会让你这样 但是呢 这个WashU呢 他的这个 这个ECE工程学院呢 他是有这样的这个许可的 下面有双硕士的问题 我都回答 我再回答一个吧 这个东问 双硕士入学前申请 还是进校后申请 这个很很好的问题 双硕士呢 是进校后申请 就是进校后 在读了一个学期以后 你就可以申请这个双硕士 申请的这个条件呢 比你从校外申请的 要相对容易的多 所以在这里边呢 我们为什么有这个对ECE的 有一个双螺旋的计划呢 就是来帮助你做这个第二步的这个申请 这样子 下一个问题 每本UF应该是佛罗里达大学的体育运动机理学 CPU3.7能伸到各大体育运动科学吗 CPU3.7非常好啊 这个是有可能的 优秘艾纳宝3.9生源和UCCCMU吗 这个问题说的是你的在米迪安纳宝的 CIS3.9本科3.9生UCCCMU 要看你的这些非常好啊 3.9很高 要看你的这个其他方面的 比如说你有没有这个随机的经历 以及你就是 呃有没有上那桌项目啊 以及你CIE的这种综合来看 你刚得出一个单 3.9的话 成绩当然很好 还要结合其他方面 请问本科技艾纸 分源什么细分专业对手指有利 因为CIE下纸细分很多哈 那这个像你人工智能啊 还是软件工程啊 还是你未来图像啊 还是研究哪个 这其实总体来说 就业都很好 像人工智能确实软件工程 都是就业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这个具体的季节的话 我建议可以就是 接下来我们就是可以给您安排 一对一顾问来详细终通 这要看你的你自己是什么样的学生 比如你就是一个学霸 你就是算法很牛 那你就去学人工智能 那么人工智能这个就业是非常强的 但是你如果算法就不行 数学你不是不是太学的明白 那么你就去学这个系统 或者是学它的这个应用 那么这样的话呢 求职呢也很好 就是看你的个人的情况 还有就是大家提问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用缩写啊 比如你这个HYPSM 我看了一下才知道你意思是哈耶普斯麻 这个你尽量尽量写全称好吧 这个你也没说你的这个专业是什么 这个你如果要想升哈耶普斯麻的话呢 你就算GPA是4.0 就算是完美的学生也不一定申请的进去 好吧 所以呢或者你3.9你想申请CMU的CS 你也不一定申请的进去 所以这要看你的专业 看具体的情况 而且尽量不要缩写 这个老师讲讲每本直播方面给个建议 哎呦这个话题很大呀 这个每本直播方面 首先在美国呢是本科呢 可以直接申请博士的 不一定像国内式的先读硕士再读博士 但是国内有好处 因为国内先读完硕士呢三年再读博士呢 国内博士是三年 美国的博士呢是五年到七年 你也可以是本科完了直接读 也可以是硕士完了直接读 我给一个建议就是 给两个建议吧 第一个建议呢 你要真心的喜爱科研 你再去读博士 要不然呢这个读博士会很痛苦 第二呢就是你要去做科研 读博士呢这个科研是非常重要 你就是你的行当就是搞科研 我呢刚讲了一个视频 讲的是因为最近我们咨询的这个支持读博士的学生蛮多的 我讲了我分析了有五类的中国的大陆的学生 这个适合在美国读博士的 可以听一下应该下一周就发出来了 好吧 或者呢你具体专门咨询一下 因为这个读博士还有一个大的一个难点的 就是他每一个细分的专业都非常非常的细 所以呢我没法来整体的来给你给你来讲 老师ECE中文明星啊 刚才程华老师讲的华达商务区的这个农员化工 这个申请需要几分推荐性 常规的申请是三月课的老师两个推荐性 如果你有学习的经历 那么你的这个主管再给你提供一个常规三个推荐性 对这个ECE啊 这个我我多聊多讲两句啊 一个呢就是他的这个设置呢是一个 呃这个这个呃在这个名校里面呢是一个很很前卫的一个设置 就是他的这个呃把这个环境和这个这个化工设在一块 因为很多的系呢是把环境和土木设在一块 呃因为呢这个这个系呢 他们在他们的理念呢 他们是认为呢这种可持续持可持续的发展呃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呢这个呢是跟他的这个所以这能源啊环境啊化工啊 他是往这方面来走的 所以呢他在科研上是非常非常牛的呃 这一个系的这个科研的经费比有的公立大学整个一个学校的科研经费都要多 呃不是所有的系都能养得起一百三十个博士的呃 那么呢他以前呢他是注重本科教育注重这个博士教育就没有怎么注重这个硕士教育 所以他以前呢在就一个月之前吧 他的这个这个硕士的这个这个官网 这个信息都都都都不太多不太完整 所以呢我们来协作以后呢 我说你既然要扩招你得把东西给写清楚嘛 所以呢他这个是信息刚刚写清楚所以呢呃很多的这个国内的 不说学生家长很多的国内的顾问都不太了解这个系 所以呢在下礼拜应该北京时间礼拜三吧 我们呢会对中国的这个专业的这些顾问来有一次这个这个培训 呃这个是左右说一下这个呢是这个系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UCISD CS76和NUCS哪个更容易上岸转码上岸啊 呃都差不多这两个都是为了转码上岸来来来解决 但是呃NU可能稍微更有这个传统吧 这个这样NU这个学校很有意思啊 就是有的人觉得呢说哎呀这个他受笔式这个排名提的太高了什么的 但是其实呢他是非常非常实践 非常这个替大家着想的 他的这个基因呢 就是NU和CMU 大家你别看他现在这么红火 NU以前的最开始的前身叫什么波士顿男子技术业校 CMU呢叫什么卡奈基这个技术学校 就是以前你说他是个他是个业校也好 是个专科也好 这个没关系 但是呢他现在都是研究性一类大学 都是AAU的成员 都是最高级的这个这个大学 但是呢像NU和CMU这样的学校 他的这种基因呢就是一个这个非常注重这个就业的这样的一个基因 CMU也是非常注重就业 所以他呢会有很多的项目 他会主动的来帮助学生来就业 所以这个呢就很好 对吧 比如说你说他这个这个硅谷的校园也好 你说他西雅图那个校园 我有在那拍过视频 你就是你外边看根本根本不像一个大学 但是呢在那毕业的学生就是容易找到工作 因为他就是注重实验 他就在这个亚马逊的那个大办公楼的旁边 对吧 所以你实习就容易 所以呢这个他有这样的一个传统 对吧 UCSD他这个CS76呢 也是为了转码做的 但是呢 整个这个学校他的这个这个就业的传统呢 不如这个NU强 好吧 所以如果这两个呢 又想转码转码上岸 转码意思就是我转专业 上岸意思就是找到工作 那么呢可能还是NU更好 目前已经推到约翰霍夫金斯的offer 我现在还能申请同一学院下另一个项目吗 是不是影响已经收到的offer 很多学校是这样的哈 他的研究生如果他的是在同一个学院下 只能递交一个专业的分请 所以这个你要继续看你继续是要在哪个专业了 就是你每个学院下边如果是同样相同的 确实有时候是不能提交的 好下面CS奥本3.0GPA 你这是卡着下 实习三段 升CS ranking排名50上下的学校成功率大吗 要不要再往后选 成功率不大 但是你这个很适合申请这个WashU的 ECE的这个项目 你CS他这个ECE也收的 那么呢 而且这个WashU是排名15的 他那个计算机是我刚才看多少排名43的 是非常不错的 你如果3.0申请CS应该是比较难的 直接申请是比较难的 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你这是跨国来申请 转马读纽大或者东北或者盛和泰州立 陈尔老师会选哪个盛和泰州立 又便宜又在硅谷中间 干嘛不选盛和泰州立 但是你得进得去 这三个学校 你们知道哪个最难进吗 盛和泰州立最难进 这个他对GPA要求是很高的 这个纽大东北嘛都不太难进 美国大厂实义难找 美国中小企业和国内的跨国名企业 相比哪个更有优势 当然美国的企业更有优势 美国小企业更有优势 因为这个是能够这个这个这个核实的 这个我多说两句吧 关于求职就业实习 其实呢这个就业方面呢 在这个这个逻辑啊 这个美国就业的逻辑和中国逻辑 现在是越来越不一样 那么呢你还是多了解在美国就业的这个逻辑吧 包括这里不一样 包括你简历怎么写啊 你这个这个如何投递啊 去如何面试啊 这些都非常的不同 所以呢你还是在在美国来就业吧 好吧 而且国内的跨国名企很多都是假实习 这个别折腾 嗯 台花如米说 现在在美国读本科 审美严还是还需要托付成绩吗 这问题很好 学校都是我学校都不要托付成绩 但是有的学校就要 比如说像那个这个 Washu就说呢 你只要在英语国家里面 他有一个大单子 英语国家里有三年的授课经验 学习经验就可以不要托付成绩 但是比如像这个CMU 就是你只要不是不是这个这个英语是 呃你的你的母语的话都需要托付成绩 所以这要看学校 但像CMU这学校不多 好吧 好下面高老师说 高老师怎么联系你 嗯这个如果说你需要呃 咨询的话我们可以给你安排就是 具体的一对一咨询 呃本科选校是要考虑双硕问题吗 嗯本科选校的时候这个呃 因为本科是B2学科嘛 倒是没有建议就是你把这个研究生的双硕就考虑 这个我觉得尤其本科刚进入的时候 你根据情况在慢慢的学的过程中再去探索 那倒没必要提前把这个双硕考虑进去 呃从国内申请美国的属性实习有可能吗 怎么申请呃可以的呃我们后人本身有一些这个就是我们的最优有这个呃我们的可以帮助学生就是找一些实习啊 但是如果你目前在国内的话我们可以说在线就远程的啊这个具体怎么申请的话呃我们会呃给你就是我们也是这些企业都是美国正规的企业然后我们会从呃决力就是投递然后给你拿到面试 然后最后也是这个企业全部接受官方的背景调查 未来申请研究生的时候 跟你协调写出正信 对高尔这个回答的回答的很清楚了 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你如果是在中国读中国本科 你想申请在美国本土 这个人到美国本土的实习 这是不可以的 因为你实习 它也算是一种就业的一种形式 你没有美国的身份 你是没有外国实习 但是你如果申请他的远程的实习 这个是可以的 对还有刚才这个高尔说如何找到我 其实找到我还是蛮容易的 你通过学术哥就可以找到我 而且有的家长也把我请到他们的学校的家长群里边 我在几个家长群里 有时候我也会看也会说话 所以找到我还是蛮容易的 或者你让你们的群主来请我也可以 都没问题 我还是蛮愿意跟家长来沟通的 如果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下面一个问题很好 说各大1.5年的硕士可以申请读两年 这个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不可以的 就是说因为你是国际学生来 那么你的学制系是跟移民局是报备的 你不能说跟移民局报备是一年半 你最后全是两年 但是有的学校你如果有特殊原因来申请 是可以有的学校是不可以 比如说像CMU 他有一个很大一个毛病 我也跟他们的校长说过几次 就是他在CMU你如果读一个一年半的硕士 是基本上是不太可能让你去延长读两年的 这个除非你腿摔断了或者怎么样 有的有的出了很大的这种状况都不让你读的 所以你要具体去问一下 你要有很强的原因 你才可以申请延长你的硕士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说他因为1.5年的硕士 可能你就是对美国不了解 所以你就是尽量来利用这个时间 你还有的是有的是两年硕士 一年半就读完了 我不太知道他为什么 而且也不是为了省钱 因为硕士基本上都让学分收费的 所以你那个想在美国就业的话 你还是尽量其实读长点 这个硕士是有利的 尤其是国本的学生 下面有个大明问 说大四毕业入学研究之前能实习吗 需要CPT吗 你如果是在中国 你如果人不在美国的话 你就不可以 如果你在美国呢 你是可以的 这个呢也申请的不要CPT叫OPT 就你如果是美本入学美颜之前是可以 而且我们都建议美本入学美国之前 你要用这个实习 因为美颜就一年一年半 两年就完事了 你要利用这个实习将来找工作 老师好 小孩在国内港中深 这个港中文深圳分校就读数据科学 其实美国说这一块有哪些需要可以申请的 哎呀你这个问题问的太大了 我也不知道你的成绩也不知道怎么样 美国现在这些好的需要都在开数据科学 你都可以申请 看你是不是能申请的到 然后你要是不知道怎么样的 你拿这个卧石油保底 然后你申请到了以后 你读一个双硕士 读数据科学 读计算机科学都可以 好吧 老师请教一下每本直播难度到底有多大 嗯哼 到底多大呢 这个你说大也大 说不大也不大 其实呢 在美国的这个博士的 尤其是好学校的博士 其实大多数都是 这个这个本科直播的 嗯不是读完硕士在在读博的 嗯但是具体看你的情况 这个整体来讲 申请博士的这个难度呢 要是非常大的 因为呢 他的这个这个要的人很少 这个这个你这个 呃你本科了一下 这个学校能招这个上万人 但是你这个博士呢 你像一个导师 他只能带 呃一年可能只能带一个博士 对吧 我去这个我是有 他们这么多的科研经费 对吧 这位教授说 他就是一年就带一个 或者有的时候两年带一个 对吧 那你的这个这个这个博士 他的这个这个名额很少 对 所以不申博士难度还是相当大的 其实是 老师美术 异议 电子工程 哥大支大 宾大西北 CMU 杜克 UCSD UCLA GT 怎么写 有转码意向 哇 还有转码意向 你要转码意向呢 你我建议呢 你就读一个稍微这个轻松一点的 你比如说这里边呢 像CMU的这个电子工程 和UCLA的电子工程和乔治亚理工电子工程 他确实很好 但是呢 他课程非常紧 那么呢 像 哥大呀 杜克呀 可能稍微轻松一点 这样呢 你好你好去修转码的课程 这个还是具体来具体来分析吧 而且呢 这个 如果呢 是读这个电子工程呢 其实也是比较好就业 其实呢 我倒觉得呢 就是 你看我们有一个学生 这个很好的一个学生 他是学这个 operation research 就是叫这个数据链 这个不是 供应链管理 然后呢 这个来咨询呢 就说呢 哎 我想转数据科学 我想转什么 我说呢 你转数据科学 其实你也是搞的是供应链分析 对吧 你总不能转数据科学以后 我就搞金融数据去了 那么呢 对你来讲呢 你就不必要去 一定去转专业 你转专业总是一个 他各个专业都有各个专业的逻辑 你如果不是科班出身的吧 你不一定能够理解的好 那样的逻辑 你不一定能很好的成功 对吧 其实你这个 这个 你如果呢 这个 这个数据 就是你如果这个WE 你已经得到这么多学校录取 说明这个WE 你是学的很好的 所以其实呢 你可以考虑的 接着学大贸易 其实不一定是转码才能有饭吃的 对吧 那不学计算机的人都别火了 对吧 这个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根据就业的情况 来做这样的决定 我们有一个叫TOP分析 就是是做这种就业的一个 针对个人的一个分析 其实呢 你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往这个思路上来想一想 好吧 罗格斯的计算机 和康奈尔的数学专业 怎么选本科 本科的话实际上就是 那你如果已经被康奈尔录取了 数学专业 那看你未来就是你真的想学什么了 反正这个肯定从学校上可能选本科嘛 可能选这个康奈尔来就读嘛 这个没有太多疑问 这有一个小鱼 明明乡说老师好 孩子在美国找到了实习单位 请问出入美国职场应该注意什么 这个问题 恭喜你找到实习单位 出职场注意 你就是去工作的 去好好工作 认真工作 想老板想要想的事 对吧 多让老板喜欢你 让同事喜欢你 不要去那没眼力见 对吧 多干点事勤快点 别老挑活 这个 我前段时间带了几个实习生 那么有一个本科生 学校挺好的 但是 让干什么事 他说你这个事太不技术性了 我不干 那你说这样的话 老板能高兴吗 所以呢 你还是把这个做好 好的 下一个问题 生员可以自己来操作吗 还是一定要搞中介 OK 这个问题是这样 也许你就是 自己 学生自己是否 你能够在不影响你 这个情况下 你能够完全非常熟悉 整个美国的这个申请流 包括整体的准备材料 未来就是你能不能自己掌控的好 当然如果你自己能力很强 你这些也很高 我不需要 我文书 我自己都非常非常好 那你当然可以自己来完成 这个剂决于学生 但是大多数的学生我们建议 那你毕竟做这个就是 你申请这个 做这个申请这块 你是第一次 你没有经验 那你从选校也好 你从申请文书也好 你可能不能很好的突突 然后你的一个优势 那未来可能在最后拿到的录取也好 可能不是那么太理想 我们每年都有遇到这样的学生 觉得自己完成可以操作 那最后到了二三月份 可能你同样的专业 那你的同学可能拿到录取了 你这个被拒了 不好的结果 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要慎重考虑 要结合自己的情况 明年毕业 今年找工作和申员能同时进行吗 会不会有清楚 如果工作和申员都成功 可以选择去工作不读员吗 OK 首先是今年如果说你 你这个明年毕业 就是2024年毕业 那么你可以就是 研究生和这个周焦 同步来进行 进行是可以的 就是说 我们申请研究生的这个开始期间 也是每年的基本上九十十一法尔开始 那么周焦呢 也是在这个时间段 我可以就是研究生也去申请 当然我这个投帝啊 找明年毕业后的这个工作 同样进行这个没有冲突 那未来就是 如果说你拿到这个研究生的offer以后 那么这个要具体和学校去沟通 那比如说你工作找的比较好 你是到底工作还是选二选一吗 那你要和你的这个 分析拿到的这个学院里边 你具体要沟通它 是否给你研究一个学期 还是研究两个学期入学 那么有些学校它是可以接收 接收研究一个学期入学 也有的学校是不能的 这个要gisby case 所以这个就是 具体最后你再去 真的要这么去做的话 那后续再去 根据自己拿到的offer也好 找到的工作去衡量就可以了 UCB粉科转伯克利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基本上上能 因为这个UCB转到这个伯克利的话 我们有这样的案例 首先就是你几乎你的这些 要满足 就是几乎都是前A吧 不能有什么C或者偶尔 大多数的学生需要几乎是 3.9或者4.0这样高的一个 这些其实就是你要有这个 你的减率上 就是你的这个除了程序之外 你要有很好的一些 就是做了一些实行也好 做了一些项目也好补充进去 因为毕竟就是转到UCB粉科轮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就只有这两个人 名额还是就是筛选了学生的这个要求非常高 OK是有这个机会的 条件就是你要好好保持好这些 有一个这个憨斗问的这个说老师 会展专业深沿哪家学校好好就业吗 这个这个问题其实我早看到了 我我是想单独回答一下 这个会展专业呢 呃他其实呢在美国呢 他算是一个 这个他在很多时候他和运动管理 或者是hospitality就是这个叫酒店管理是在一起的 那么呢这个这里边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学校 我也有专门的仿效专门有视频介绍 就是这个内华大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 这座学校综合排名是不怎么不怎么强的 但是他呢是研究型一类大学 也是这个州的旗舰大学 他的这个酒店管理这个专业是在美国最好的这个专业 那么在酒店管理呢 他就包括你是管理酒店呀 管理什么赌场啊 管理这个这个会展呀 管理活动啊 然后呢这个这个呃运动管理高尔夫管理都有 而且呢这个呃这个学院呢 有80个博士 就他是他是开博士的项目的 这是这是非常非常强的 这个这个专业呃这个学校 所以呢你如果要申请的 你可以往这个方面申请 这个我们后人呢 和这个学校有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 呃所以呢在这里面呢 可以帮助一些沟通 你这个handle你可以来找一下 我们那个老师来申请 呃这个学校好像他的申请截止日是4月底 我记不太清楚了 ok下一个问题 美国设计也有CPP吗 啊有的 基本上就是一年半也好两年的都是有CPP的 还是现在UCP大二怎么准备考研 哦非常好的问题 你现在刚刚大二 那么就要做好啊 那接下来就是除了保持好成绩 那么你的实习也好 你的项目也好 那么包括就是你接下来就是对于你研究生的专业方向也好 就要先做好这个规划和选择了 那我们后人的双螺线部计划 就是对于尤其大而低年级的学生 从选课 从未来的呃实习 以及活动各个方面可以做全方位的一个规划 我觉得如果你对这方面还不太清晰的话可以给你就是在资讯详细的介绍 您好 现在是Top15美本商学院的学生 想申请Top15金融工程商业分析金融数学专业 可以连就是不用提交GIE嘛 首先是这样的这个具体的像就是金融工程也好 商业分析这个有些学校确实今年目前来讲 因为受疫情影响这三年好多学校确实是optional的 但是即便是optional 我要强调的是呃 你想申请前Top15的这样院校建议还是要就是去考一个GIE 因为它的官方数据像基本上好的这种像CMU也好 它基本上像哥大也好 它的官方数据就是我们的GIE 几乎都是在呃330分上下 那建议是要提供的提供更有优势 呃今年本科毕业 IT&是明年到期 是今年回来就申请签证好还是 明年本科5年签证到期再申请新的签证 呃首先是这样的你本科毕业的话 呃i20到期那你如果说你没有申请研究生的话 那你就没有一个呃好的身份就是你要在美国的话 你首先我们能保持一个学生身份就是有个有效的i20嘛 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否申了研究生了如果说你还没有申请研究生 i20到期之后那你就要有一个到底是申请OPP还是怎么样 明年本科5年签证到期再重新申请签证 而是这样的哈在美国的话你签证到期没关系 只要i20在有效期是ok的 只要不回国啊即便是签证过期了 这个在美国有一个有效的i20是合法的身份ok 但是你一旦签证过期了我i20在有效期 但是我一旦回国再次入境美国是一定要签证的 并大电子工程硕士好申请吗 每本3.5ok每本3.5成绩还可以 我不知道你是否有其他方面的一些 比如说实行也好有什么样的一些就是呃优势 你单纯的一个GTA的话3.5确实也不是算高 呃可以尝试分行 你细节的话自己你可以就是接下来安排结束 各种一些咨询 商科里有SAM领域的硕士专业吗 有啊商科里好多学校的像这个金融也好 就就是属于SAM领域的 而且现在美国很多的这个商学院是大量的开这个SAM的专业 很多像比如CMU他就算MBA他都是现在都是SAM了 呃所以呢你这个你在官网一下就能看得到 对嗯加本去加拿大的本科能升美国的属性实习吗 远程的应该可以呃程和老师那个 这个线下的是不是不可以就加拿大的本科呃线下的不可以 因为加拿大的学生对于美国来讲是国际学生对你可以申请线上 而且现在因为疫情吧其实很多的公司是接受线上的实习的 但是我多说一句啊就是如果你能线上能线下你最好是线下 因为呢实习呢在很多程度上呢是你要学他的这个商业里边的规矩 那么能线下的话呢你就能学到更多好吧是可以的 下一个问题本科读的因素学和计算机科学分研量化金融可行吗可行 呃你这个选的也非常好未来就是你如果有很好的数理背景啊加上计算机的机器你写量化金融是 可以的因为本科就直接选上科老师本科直播计算机人工智能方向 选加拿大排名五到六的学校 和你这个这个这个带宽够窄的还是香港科技大学 为什么是加拿大五到六的学校呢你这个如果有能力计算机直播的话 为什么不来美国读呢这样我我我我我说一下这个香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学校 这个大家知道我总讲这个AUAU就是叫美国大学联盟 美国的80%的这个科研经费和博士都是从这些学校产生出来 就跟中国的双一流和这个中国的985差不多吧 那么这个呢一共有66所 这个美国有64所加拿大有两所加拿大的两所呢就是这个这个这个谁 这个这个UBC和这个多大 所以在加拿大呢他是这个没有太多的这个这个一类的这种研究型大学的 呃这个这个他的学校其实是是不多的 呃所以呢你这个既然是人工智能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在加拿大和香港选择 为什么不选美国 因为加拿大如果排到五六名的学校 其实在美国就排的是相对比较远了 呃是你的成绩不好吗 还是你要移民还是要怎么样 这个这个而且呢你升博士一个大计就是只升三所学校 呃这个一定是升十所以上的学校 Fancy问说老师请问波士顿大学化学phd 怎么选这个从地点来讲波士顿大学呢是是比较不错的 这个排名来讲这两学校差不多 这个看你导师吧看你的组吧 但是伦赛乐理工呢 他的一个好处呢就是他的这个这个材料这些方面呢 他这个这个城市附近呢有几个非常大的这个美国的企业 什么像以前的柯达呀什么什么这个施乐呀 还有像康宁啊都在都在这个附近 所以呢可能呢他的这个跟工业界结合更强一些 你这样都很好 我觉得你去哪个都不会不会有错 可能你去波士顿大学呢可能是生活会比较好一些 毕竟是大城市嘛 佛基尼亚理工机械工程专专业怎么样 嗯很好这个佛基尼亚理工非常不错 和密质跟州立比选哪个 选佛基尼亚理工 我个人不太认同密质跟州立大学 好吧又是大农村 而且呢这个这个学术水平 嗯这个机械工程方面不如佛基尼亚理工强 好吧去佛基尼亚理工吧 啊这边我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那个UCB天文物理本科大三 这个加大伯克利物理本科大三 GPA4.0那很好 4.0那就是全A 可以考虑直播吗 嗯什么叫天文物理比较好 谢谢老师 你这个UC伯克利天文物理就比较好啊 这个搞天文物理的呢 基本上都是这种大的这个研究型大学 一般的这个这种 research2的学校都都不搞这个天文物理 那么你这些藤校啊 这个这个你像UC伯克利啊 这些都很好 那么可以考虑直播 当然是可以 就是说你读博士呢 其实有 嗯就是 几个条件 对吧 一个条件就是你得你得爱学习会学习 你得是学霸的 4.0肯定是学霸 但还有条件就是你要会做科研 所以呢你这个情况呢 你是可以考虑直播 但是你如果大三 你还没有开始做科研的话呢 可能你去申请直播是有些问题的 而且呢你这个天体物理呢 我也说呢 是都在很好的学校 你可能深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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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 读博士的话 大概需要准备两年到两年半的时间 你现在已经是大三 就是大三第二学期了 你还问这样的问题呢 可能呢这个你还没准备好 可能你得先读一个硕士 后人与国内的留学机构相比有什么优势 其实这样的话就是我来描述一下 就是其实国内的留学机构和我们 我是一般是不再就是放在一个level上 来给大家就是做这种对比的 首先因为我们的服务的团队 老师的地理 这个和国内这个就不在于做这个 因为我们的这个不在于做这个 水平线吧可以这样说 再一个就是我们本身是立足于美国本土的机构 我们在美国的就是被孩子提供到的一些服务 就是包括你申请前 以及你入学来了美国 后续能够帮助到你的基础非常多 那么对于国内的机构那只能说 我给你申了一个本科或者一个硕士 那我申完了也这项服务就结束了 就没有后续了 所以就是我们的服务就是从开始的申请 一直到你来了美国能够提供很多的基础 一次我们在服务上 我们从心情老师也好 我们的文书老师也好 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就是老师的这个教育背景也好 他的资历在后人基本上 都是有一个8到10年这样一个背景 非常专业 所以就是我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得到解答吧 能够满意 后续如果有详细的进入部执行 咱们可以就是执行 后人和其他机构还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在我们的核心价值观里 有一条是为学生服务 就是以学生为中心 有一条是不断改进和创新 但是我们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坚持做对的事情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教育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工作 那么你只有不断坚持做对的事情才是最后对孩子有利的 所以呢我们呢不搞作假 不搞什么保路不搞什么 我们就是很基础的东西很朴实的东西 就是你你把脚脚踏实地 然后从这个这个基础上做的一步一步比以前好 有时间的这个因素 那么呢就能学业成功就业成功 这个我不能说这个这个这个 哪个机构作假或者什么样 就是说我们对这个这个做对的事情 这件事是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我们不会去去搞一些邪门外道 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和其他的机构不同的一个地方 好吧 这有一个问题 这个阿瑟里问 说CMU的EC和CS专业就业差距大吗 专业专业差距当然很大了 一个是一个是电子工程 电子和计算机工程 一个是CS 那么呢这个这个这个就业差距呢 看你想干什么 就是很多人都知道 哎呀这个计算CMU的这个CS很强 但是呢我跟你说呢 不一定所有的人呢 都适合去CMU的计算机科学这个学院 因为呢CMU计算机科学呢 它培养的人才呢是研究计算机本身研究算法的 比如说呢这个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自然语言处理 他在别的别的学校呢就是一个专业 在这个CMU呢就是一个系 这一个系的人整个都研究这个自然语言处理 什么叫自然语言处理 就是这个现在这个Chai GPT 这就是搞的自然语言处理 对吧 我是把这个话给来能够理解 能够处理 那么呢你并不是所有的这些学生都适合去搞这个 都能搞得明白 将来也想搞这个的 有的学生他学计算机 我就是想学一个实用东西 我想找工作 所以如果你就想实用 想找工作 可能呢对你来讲去这个CMU的这个CE 就是ECE 或者呢去这个Hines 或者呢去INI 可能呢对你的这个将来发展是更好的 不一定呢是一定要说 CMU的CS排名最高 就一定要进CS 这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 所以呢这个呢还是要来 这个这个 根据学生的这个具体的情况 来来来来分析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的长处是什么 对吧 你自己的passion是在哪 那么呢根据这个来分析 请问伦斯勒理工CS专业 求职机会怎么样 这刚才咱们咱们有点讲过 这个还是不错的 这个学校是一个理工大校 他以前呢在 在这个全盛的时候是跟MIT抢学生的 后来呢这个 这个纽约上周呢 这个经济不太好吧 他就慢慢就就就就下降 但这个学校还是很扎实的 但是呢这个 我们很多在伦斯勒理工学校 学生这个不适应那个地方 就是希望转学 希望那个 那个那个硕士去换别的学校 这个你就你就学本事吧 这个学校学本事还是比较不错的 你就别别嫌他偏 别嫌他冷就行 老师高二功利文科450女生 打算留学怎么规划更合适 想走人才引进 实际上你这个就是因为你才高二 你如果升本科的话 这个其实不牵扯什么人才引进 那你后续你到了这个研究生 已经博士阶段再说 如果是你想提前规划做这个 每本的申请现在已经高二 距离申请也就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了 我们可以给你做详细的规划 我建议稍后私信 我看刚才有一个家长问说呢 这个高考之后 这个申请美国哪些学校容易申请 我们呢有一个这个美国高校高考招生联盟 是后人的和30多所美国的学校联合来创立的 这个网站呢叫gkac.us gkac就是高考ac gkac.us 你可以到那个网站去看呢 有很多的美国的学校接收高考的成绩 你如果要是找不到的话 找下学术哥好吧 见识人慌慌张张问老师好 每本大集准备申言合适 这个问题很好 其实呢在大学这四年呀 不是他绝对不是说你入学就完了 其实大一这一年呢 是来这个开拓自己的兴趣 去来选专业 因为美国大学入学是 或者是没定专业 或者你可以换专业的 越是私立学校越是有钱学校 你就越可以随便换这个专业 所以你是要去尝试去来发展自己 不一定你在高中的时候想专业 就是你以后你愿意干的专业 那么呢你专业定了以后 其实呢在大二的这个这个暑期实习 然后呢大三你就开始是准备研究生了 准备这个申请研究生 其实呢大二大三还有一个选择呢 就是你到底是要不要读博士 对吧 那么呢这个有的学生呢 他如果是很好的学校 而且他就业能力很强 比如我有我有学生 我也跟大家讲过 就是我跟他说你的前途就是出路 一个是本科毕业就业 一个是读博士 对你对你来讲 没有读硕士的选择 就是因为你本科毕业就能挣钱了 就能就能工作了 你读那个硕士花那个钱 花一年时间干嘛呀 对吧 这个所以呢这个呢是 在这个就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为什么我们说双螺旋这个要 要综合的来来来规划呢 就这个是每年都有 这个每年要干的事情 所以简单解释你的这个 这个你要是就是说我叫申言呢 其实呢你你这个从大三开始就来得及 但是呢你大一大二呢 也有也有事情要做 每一本DS和数据双 数学双专业在读 硕士想升DS及生物统计 应数学三个学业就业方向如何 那你如果从就业的角度 当然DS非常好 生物统计也不错 因为你这个等于就是交叉的学科嘛 如果你本科就是DS和数学 基本上就是你升DS和生物统计都OK的 都可以 老师请问UIUC机械工程 土木工程怎么样 很好 这个UIUC的工程呢都是比较不错的 它工程啊 这个计算计算机会计都是很好的 但是这个学校的一个特点就是万事都是计算机 都有这个跟计算机相关 这个学校还是很很很很好的 如果读硕士博士 人工智能技术学习自然语言专利专业 每本毕业在美国受限制吗 不受限制 这个这个 你就你就在美国读就行了 你就别别没事这个出境入境啊 什么之类的 你在美国呢就就就就没有什么受这个限制 有的专业呢你可能读了以后呢 可能在回国啊签证啊可能会有些行政审查 所以呢你要想读这样的你说的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学习 这个我刚才其实讲过哈就是从一定从大一开始啊 比如说保持一个好的GPA做好选课的指导及未来研究生的一个方向 从实习啊我们后人有这个双螺旋的服务啊项目 我们可以从你的学习力和你的就业力同步来提升啊 你可以详细的话就是我给你做一对一的咨询 因为你越早做准备越好啊 后续因为你到大三结束就申请了嘛 所以大一大二这三有暑假要利用好做好实习 申请斯坦福卡每第一梯队研究生CS专业 每一本的GPA要保持多少 这个GPA是这样哈 它没有一个上限当然你全A你4.0是最好了 那你基本上就是像录到这样学校的学生 几乎就是GPA3.8到4.0之间 然后你有丰富的项目经历啊实习经历 这个就是非常你毕竟是这么靠前的学校嘛 这个对于孩子的综合背景要求很高 那GIE你基本上就是330分这个这个标准去考 就董飞问说可以介绍美国本科是媒体和艺术专业 深夜有哪些好大学专业对应吗 这个我先说专业吧 这个其实在大陆来的这个读艺术类的学生还蛮多的 印度学生比较少读艺术的学生 那么读媒体和艺术呢 其实呢如果可能话呢 我建议你呢去硕士呢去读这个相对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这样专业 STEM专业 比如说呢这个交互设计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专业 交互设计这个专业呢 它的特点呢就是这个不仅就业好 而且呢它的这个对于本科呢招收的这个这个范围是非常广的 你学艺术的学技术的甚至学社会科学的都可以 而且呢它呢也比较相对比较容易入门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你要先选专业 然后呢你再选大学 你说呢我就随便去大学 就算去了各大SPS或者去了哪 不知道SPS不好 就是你比如学个运动管理或者学一个什么 不能说运动管理不好 我这还别别别别点名了 就是说呢你如果这个就看这个排名就看什么 到时候你毕了业了 这个没法没法就业 这个呢就就不太好 好吧 所以呢还是从就业从进去来讲 好吧 海外空间问说数学本科专业的就业前景怎么样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 多讲两句 这个数学专业的就业前景很不怎么样 因为呢数学它就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东西 它的数学结合什么东西呢 它才有应用前景 但是呢数学的本科专业 它的这个读研究生的这个前景是非常好的 因为研究生它就是为了就业 你呢可以学这个这个咱们说数据科学 这个这个这个商业分析 这个这个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ECE也可以 这个工程也可以对吧 这个商科也可以 甚至呢计算机都可以 比如计算机人工智能 它核心它就是数学 所以这个是这个对你读硕士是很好的 你如果想本科毕业就就业 这个是很难的 好吧 你就读个硕士就好了 OK 紫罗兰说老师孩子现在大三 明年四五月份毕业 在由他学游戏设计专业 现在是先找工作还伸延 因为今年已经大三了 这个暑假一定要去找实习 如果现在还没有开始抓紧时间 我们后人有快车道 你可以赶快咨询一下去投递 因为你这个游戏设计在美国还是挺好 就就业还不错 同时你这份实习对于你未来伸延也好 未来大四进入秋招一号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当然你申请和工作你可以同步来进行 这样这个凡是问的说是工作和申严 这俩是选哪个来讲 这个答案是一个标准答案 就是说呢 你如果有能力工作 你就去工作 你去挣钱 那么呢 这个这个如果你没人要你 没有人给你工钱 那么你你就不得不再读一个严 读研的目标就是增加你就业的能力 是这样的 所以呢 你这个这个这个 你先看你能不能工作 好吧 如果你的判断呢 你是没有办法能够找到一个全市的工作 那你就你就只能读研了 好吧 是这样一个情况 OK下一个问题 逆流问 老师本科经济学 研究生能学商业分析吗 还是统计学 首先是这样的 你本科经济学的话 你学商业分析 商业分析是一个交叉的学科 他对于我们申请的时候是有前置课程的 那你像宏观 微观 经济学这些商课的课程 你有修 但是你还要看看你的成绩单 像微积分 一啊二啊 线性代数 包括计算机的语言 统计学这些前置课程 你是否有修 如果你修了之后 那你商业分析是可以的 同时你要有比较好的一个数理背景吧 否则到了研究生阶段你会觉得你数学弱的话 你学起来会比较困难 所以提前看一下前置课程 对 好的 老师好 香港的大学给的GPA通常比较低 申请研究生 能申请到好的学校 大约期间必须参加交换生项目 当然不是必须参加交换生项目 这个研究生比较低 这个是 是一个比较 这个这个GPA比较低 是一个其实比较不好的情况 这个并不是说好大学给的GPA低 就是还是 还是它的这个情况不一样 这个你说明一下吧 到时候这个 但是的GPA低总归是不太好 因为人家总有GPA高的 并不是说大家都低 他也有高的 那你说你跟高的比那怎么办呢 对吧 不一定必须参加交换生 交换生可能会更好 而且还有一个 刚才有一个人问说这个3加1加1的这个项目 说UCI的 这个UCI3加1加1这个项目我不了解 但是我想说 比如说像这个UC Riverside UCR 还有一个这个3加1加1的项目 就是在中国大学读三年 然后去他那读大四 读大四是算交换生 然后你不拿UC Riverside的这个学位 是拿中国的这个本科学位 但是呢 你如果再读一年呢 可以拿UC Riverside的这个这个硕士 我觉得这个项目其实是很好的 而且呢 对于将来呢 是想这个 你是这个申请的美国硕士啊 申请美国博士啊 其实这个项目是非常好的 而且你这时候已经在美国了 你像比如说 如果你是国航妻子 什么受这个1047的这个限制 什么哈工大呀 什么这些 那么这个这个安置的是唯一的一个 我看到的是可以 绕过这个这个 这个就是在中国拿的这个 这个国防棋子的本科的这个限制的 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不是说必须参加交换生 那参加这样的交换生呢 对你是很有利的 但这种交换生呢 只有我据我所知 可能只有UC Riverside有 那个你说的UCI呢 嗯我不太清楚 我可以回头研究一下 好吧 读法律JD 对美本国际学生难度大吗 考虑留美就业的话 这个读JD呢 这个难度呢挺大 但不如读MD难度大 就是你呢 首先你要是学霸 再有呢你要对这个英文的这个 听说读写的这个能力要非常非常强 然后呢 你这个LCT考的好 这个难度不是那么大 我们每年都有蛮多的学生去读这个JD的 而且呢JD呢 这个现在看来呢 就是你又懂中文 又有美国的这个法学博士的话 这个就业是很好的 很缺这样的人才 所以呢这个是可以 但是你要尽量早点规划 好吧 好那今天就讲到这吧 今天现在都已经是我们这11点44了 如果还有没回答问题呢 可以那个回头呢 再来这个我们再来安排回答 然后呢 下个星期呢 我会呢跟大家来讲一下呢 这个我上个 上个星期呢去一趟这个 What's you St. Louis 这个你看女儿 然后呢也跟学校呢 几个学院见了面 也是见了一些学生 讲一下我这个学校的这个观后感吧 这个仿后感这个还是挺有感触的 这个可能呢 这个因为我们在家在美国的家长呢 可能有这个好处 就是一坐飞机就到了 对于国内的这个家长呢 很难这个说说来就来 这个我想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也如果你是还在What's you的呢 我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他的照片啊 有的视频啊 有的什么的 这个体会一下这个学校的情况 好吧 所以呢这个呃 就是所以下一次讲座呢 可能不太有干货 就是就是算是一个这个家长之间的咱们的沟通吧 行吧 好的那高老师还有什么要说的 啊没有了 嗯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好的好那这样 然后呢这个有问题呢 都可以找这个学术哥 如果呢对这个呃 华大圣路易事ece这个扩招的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呢 你尽量来咨询这个项目现在最大的最大的这个限制呢 是3月1号就截止 就现在来讲是3月1号来截止 可能他以后延期 但是不一定也可能招满了就不延了 所以呢这个如果呢你是已经适合呢 就是你已经有了这个申请材料了 你就哎 再交一份就好了 好吧 所以呢这个尽快好吧 抓紧时间 好那今天讲到这 那我们下次再见 好拜拜 好再见 拜拜 拜拜